又忘記這個了 開這個了 那當你把每一間零售店 用它的銷售金額下去對他們做分群 那你要把這個分群的結果 把它投射在一個 比較低微的空間方便觀察的話 那 那基本上就是 就會需要做這個尺度縮減的動作 那出來的結果就會變成這樣 就看到了 你原則上就會在同一張圖上面 去比較這 440個 顧客 那他們在 他們的購買行為 在這6個變數的購買行為上面 的差異 這樣 並且可以依據他們的 購買行為的相似性對他們做分群 並且看到每個群在這個平面上面的特徵 這樣看到了嗎 OK 好 那現在大家先不要緊張這個 我們等一下再 現在這樣講這個尺度縮減大家可能還有一點 現在應該大家對集群分析已經有一個概念 對不對 它的原理以及它的做法這樣 來 至於尺度縮減的話 我們用下面一個例子來 跟大家做解說 大家會 一樣用例子講 大家會比較容易理解 好不好 好 然後 我們來看B 就是8B這個東西 哇 8B還是在講 還是在講那個集群分析 我們繼續講8B好了好不好 把集群分析整個再講詳細一點這樣 那集群分析事實上在 在管理這個領域裡面 滿好用的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給大家看 直接看 時間的關係我們直接看那個 這邊呢我們有一個航空公司的顧客資料集這樣 OK 那 資料讀進來之後你看 這基本上有一點像是那個 航空公司不是都會有那個累積里程數的那個 你會有它的卡嘛對不對 會員卡 然後會員卡你就可以累積里程這樣 所以它這些藍類的話這個Balance是 就是你現在 還沒有兌換的里程數 對吧 就是你的Balance 然後這個 這個叫什麼 它基本上這個 有一種叫可用里程數 然後這個的話是可用的 對不起 它里程數有兩種 有一種是高級的里程數 應該就是 可以換比較多東西的那種里程數 對吧 所以這是可用里程數 這是可用的高級里程數 這樣 那每個顧客有這兩個東西 然後 那接下來的話 這 這是說過去12個月的非飛行里程數 那這邊是過去12個月的飛行里程數 那基本上是這樣 航空公司呢它 它這個里程有的時候是飛 真的是你去飛這樣子 飛來的里程數 可是航空公司 有時候會跟什麼租車公司啊 旅社啊 什麼做聯盟對不對 是嗎 有時候你租車也可以得到里程數 有時候住旅社 有時候也可以得到里程數這樣 有時候參加旅行社 有時候也會多一些多的里程數這樣 那 所以基本上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想見嗎 這個A裡面每一筆資料是一個顧客 然後它的這個所謂的 叫做 Bolus Mile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 這邊的話是它在過去一年裡面 它真正飛行所得到的里程數這樣 然後 這個欄位的話 是它過去一年裡面 它不是透過飛行 它可能是租車啊 助理社的啊 一個里程數這樣 好不好 所以 這是它現在的Balance 然後 這是它過去12個月的 飛行以及飛行的里程數這樣 OK 那這邊的話是它的 交易次數這樣 好比說它如果過去12個月 它飛我們的飛機飛過5次 那這邊就會是5 那總共飛了 這個 三亂兩千里 這邊就會是三亂兩千這樣 對吧 那如果說它 在過去這個12個月裡面呢 透過我們的 這個聯盟的 租車公司啊 總共租了5次車 租了10次車好了 那這個次數就會是10這樣 那因為租車得到的里程數 就會 就會算在這裡這樣 這樣知道嗎 這四個欄位基本上是它 過去12個月的行為紀錄這樣 那這兩個欄位是它現在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兌換的 普通里程數 跟高級里程數這樣 OK 然後這個東西的話是 它是我們會員的年資這樣 多少天這樣 OK 好 所以 所以你如果有一個這樣的資料 基本上就是你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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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你的這個 航空公司的這個 這個 Loyalty Program 對不對 中程計畫 應該這樣講 里克中程計畫 這樣 那你要對這個 里克中程計畫 你要對這些人 根據他們的行為 來對他們做分類 你知道嗎 來 那怎麼做呢 那首先 首先這個東西就要標準化對不對 齁 因為你如果不標準化的話 你可以想見 就是 像你看這個飛行次數 總之 像這個交易次數 最多就是幾十個對不對 可是飛行里程數的話 大的話可以到達幾十萬 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對吧齁 所以你一旦標準化的話 等一下你 做分群的時候 那 這種很小的這個 這些分群變數就會變得沒有用 這樣 是嗎齁 所以 一開始的話 就是先把 資料把它標準化這樣 是嗎齁 這樣好 標準化 那我們把標準化之後的資料呢 我們把它存在一個資料框裡面 對吧齁 原來它的資料在A嘛 那我們把它Scale 然後 把標準化的資料存在A裡面這樣 OK 好 然後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 A裡面的每一個欄位它的平均值這樣 那我說過了嘛 因為標準化了 所以平均值的大致上就是0了這樣 這個不完全是0啦 但是 基本上就是0 對吧 那個只是因為小數點後面很多位了這樣 對嗎齁 平均值這樣是0 那標準它基本上都是1這樣 看到了嗎 是嗎齁 就是標準化的效果這樣 所以標準化完了之後 AN這個東西呢 它裡面的這些單位 就不是原始的單位了這樣 對吧齁 它是一個標準化過後之後的標準單位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 如果我們要做分群 當然我們就是用標準化的東西去做 做這個距離矩陣 對不對齁 那 剛才我們是做連續動作啦 我就一個派 派過去這樣 我這邊只是做分解動作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每一群做完是什麼這樣 對吧齁 那 那 其實 其實一般來說 你用 你做距離矩陣就是做這種歐基里德距離 你不放這個的話 它也是用歐基里德距離去做這樣 然後 做出來這個D的話 其實它會是一個 矩陣這樣 OK齁 距離嘛 每兩個 每兩個資料點之間就會有一個距離這樣 是嗎齁 所以它會說是一個距離矩陣 那 然後 距離矩陣 這個距離矩陣就可以拿來做這個 成績式的 這個 集群分解 我說過我其實只是把剛才那個 放在一個派裡面的東西把它 做分解動作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畫出樹狀圖這樣 來齁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說 你如果想分兩群就分這樣 分三群的話切到這裡 對不對齁 你水平切一條線過去 如果這一條線會切到兩個垂直線的話 那就是兩群 對不對齁 那你再放低一點它就會變三群 再放低一點它就會變四群 是不是這樣 再低一點它就會變五群這樣 那我說過到底要分多少群呢 這其實沒有一定的想法 這因為這樣就是try and error 這樣 ok 所以說try and error嗎 那假設我們一開始 先四五群好了這樣 ok 然後 那 那 我說 你基本上你用cuttry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 樹狀圖的那個資料結構 然後跟它講K等於多少 它基本上就會 產生多K群出來這樣子 ok 那這個K群它會是一個向量 對不對 分群向量 我們回到這裡來 那我說通常做完分群向量之後 第一件事我們就要先觀察一下每個族群的大小 然後做table就最容易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分五群的話 這五群分別是第一群776個人 第二群519個人 本大致上講這樣 好 那除了你 關心這每一群的這個大小 那 基本上你會 你會希望知道這每一群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特徵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就說 你看我現在這個做法這樣 那首先我做了一個rename的動作 因為 因為它一開始這個 藍位名稱其實是英文嘛 那我為了讓大家看得比較容易一點這樣 我先把這個藍位名稱改成中文這樣 對吧 這只是這樣 我把a 就是原始的資料框 跟an這個標準化資料框 它的藍位名稱呢 那都改成中文這樣比較容易 是嗎 那接下來我做了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在幹嘛 它事實上就是把 1 2 3 4 5 這5群 因為我現在放的資料是原始資料框嘛 所以你看 你看我先把它sprint開對不對 我把這個 我把a這個 這個資料框 用這個分群項量把它sprint 把它切開 把它拆開對吧 拆開之後呢 我做了column min 意思就是說 我把原始的那個資料框切成5群 那每一群我都對每一個變數做平均這樣 對吧 然後做完的平均之後呢 我再把它 用sapply把它 把它 把結果把它連起來 因為第一群做完 第二群做完第三 第四 第五群對不對 每一群做完呢 每一群的這個 所有欄位的平均值就會都算出來了 對不對 是嗎 這等於就是說 有點像是我們分群去算出這個 所有變數的平均值這樣 是嗎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那我這樣分群的話 第一群的 里程數 平均里程數 平均高級里程數 那 所有的這些 每一群他的這個 這些 行為的平均值都會被你算出來 對吧 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把 每一群的平均值算出來 這樣 那看著這個 照說你應該可以看出來 好比說你可以比較出來 這個 事實上不太容易看 對不對 對吧 我意思是說 這個只畫在那裡了 可是你要 你想要去看出這個 每一群的特徵 還是很困難 對不對 是吧 之所以他會困難 是因為 因為這每一個 每一個欄位 他的這個scale 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你不太容易 你要畫圖也很難畫 對吧 你看有的大有的小 你這個畫圖畫出來 有的好幾萬 有的只有零點幾這樣 你也沒辦法 把它畫在一張圖上面 是不是這樣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把 如果我們把這一行指令 把原始尺度改成是這個 標準化尺度的話 OK 然後你一樣是做這樣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矩陣這樣 因為它是標準化尺度 對不對 所以我直接把這個標準化尺度 拿去畫一個直條圖 這樣 你看到了嗎 這個直條圖 因為 首先因為它是標準化尺度 對不對 是嗎 看到了吧 我現在是 把這個標準化的資料框 先把它切開 然後 然後 對每個欄位都做這個 對每一群的每個欄位 去做這個 平均值這樣 然後把結果的這個矩陣 我把它 拿來畫這個 一個 直條圖這樣 來 畫完直條圖之後呢 我把這個 當然要把這個legion 畫在這裡嘛 不然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了嗎 這邊是第一群 第二群第三群 第四群第五群這樣 OK 然後 不一樣的顏色 就代表不一樣的 標準化過後之後的尺度 標準化過後的尺度呢 0就是代表平均值 對不對 是嗎 因為它標準化過 對不對 那如果 如果它這一根是往上走 就表示說 第一群裡面的粉紅色 會員年資事實上都很高 對不對 可是它所有的這些 里程都很低 這樣 對吧 因為 因為它是標準化的 的 值 對不對 所以標準化的值的話 有一個特徵就是 0就是平均值 這樣 是嗎 就是總平均這樣 所以 這是總平均 那 第一群來講的話呢 它的會員年資都很高 可是它基本上在最近一年裡面 大致上它的活動都是低於平均值的 這樣 對吧 是嗎 所以這一群人的話是什麼人 你可以 講出他大概是哪一種人嗎 就是 這一群人你這樣明顯的看出來了 他 會員年資都很長這樣 是高於平均值的 明顯高於平均值 它是所有的族群裡面 會員年資最高的 看到了嗎 OK 但是 它的這些 這些 這些這個 這些什麼 最近的飛行時數 以及它的BALANCE都不大這樣 OK 所以這些人 這些顧客 它是什麼 特徵的顧客 你如果要對他們取個名字的話 他們叫做什麼樣的顧客 他是我們的老顧客 很久以前就來參加我們的會員 可是最近一段時間 他事實上已經不太來 飛我們的東西了 這樣子 是嗎 而且他的這個 這個BALANCE也是小於平均值 這樣 是嗎 所以這群顧客是 已經 我們通常會叫他沉睡的顧客 就是已經 老顧客 可是已經很久 一陣子沒來了 這樣 如果你是行銷者的話 你可以做什麼事 這個老顧客對你就沒有價值嗎 也未必對不對 是嗎 你可以 因為他是老顧客 如果他 以前都 客單價是比較高的對不對 而且以前常來 你可以給他一個什麼優惠機票啊 什麼的啊 也許他就會回來 是不是這樣 是嗎 對吧 所以你看 我們這樣一做 然後你就會把 行為類似的顧客 把它框出來 這樣 那一旦框出來了 你就可以 針對他 操作一些行銷的動作 看出來了嗎 來 看出來了嗎 好 那我想 我們來做一個group exercise 好不好 所以 所以大家知道應該要怎麼讀這個東西 對不對 就是 這是平均值 然後往上面去就代表是 他是 高於平均值 這樣 對不對 好比說像第二群 他什麼東西都高於平均值 這樣 是嗎 然後 像第五群 他什麼東西都低於平均值 這樣 是嗎 好 那 我想請你們 現在以 組為單位 好嗎 做一個給你們五分鐘時間 以組為單位 然後 針對二三四五 這一群我們已經講過了嘛 對不對 針對二三四五 每一群對他們取一個名字 OK 好比像這個 我們說他是睡著的老顧客 這樣子 是嗎 然後 你根據這個特徵 看著這個特徵 然後 每一群取一個名字 然後 就是 然後你們決定一下 如果你們要做行銷的話 你要對哪一組做行銷 然後要怎麼做行銷 這樣 可以嗎 因為你現在分群了嘛 你知道這個族群的大小 你知道這個族群的特徵 所以 所以 你可以為這每一群取一個名字 然後去選一下 你要對哪一群做行銷 然後怎麼做嗎 我給各位五分鐘的時間做討論好不好 好 現在開始 討論看看 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我們抽幾組上來講一下你們的說法 好不好 我們要來講一下 為什麼 我就是這樣 我會願意看 你會做什麼 我會想到 你會說 你會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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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會想到 你會想到 那個時候 那邊 你會想到 你會想到 這個時候 感谢观看 想一下你们最想对哪一组做行销 打算怎么做会是比较有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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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